小豆坦克可不是日军专属哦,在热门网络游戏坦克世界中,有着这么一个非常难达成的高难度成就,奥利克勋章,这项成就要求玩家驾驶装甲薄弱的轻型坦克, 在一场战斗中击毁三辆或者以上,登级比自己高出二级的敌方坦克,这个勋章所致敬的原型,正是二战史上第一个坦克王牌车长,来自波兰装甲部队的埃蒙德奥利克,与玩家所要挑战的游戏成就相比,奥利克在现实中达成的战果只能用传奇二次来描述, 在一场战斗中,他驾驶着弱小的超轻型坦克,击毁了三辆怪物般的德军坦克,更神奇的是,他的战果竟然包括一位宫国的王子,坦克世界的奥利克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第一名王牌坦克车长,波兰坦克车长 埃德蒙罗曼奥利克,埃德蒙罗曼奥利克生于1918年1月26日,波兰罗格兹诺人,自大出生开始,战争的阴云便陪伴在奥利克的左右,奥利克的父亲是一位战斗机飞行员,在儿子诞生前不久,他在惨烈的空战中血洒长空,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爱好,长大后的奥利克燃起了对机械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热爱机械的奥利克,加入了当时新建的波兰坦克部队,成为了一位出色的坦克手,训练场上的波兰装甲兵,背景中的这辆坦克,正是他们的主力装备,TK型超轻型坦克,在建成之初,波兰装甲部队的主要装备是TK型超轻型坦克,这种坦克是英国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的改进版本, TK型坦克长2.58米,宽1.78米,高1.32米,骑车体装甲厚度为8毫米,全车重量只有可怜的2.9吨,武器配备也仅有一挺7.92毫米WZ25型机枪,这辆小坦克的成员组只有两个人,负责驾驶坦克的驾驶员,以及身兼武器操作员职责的车长,在一台40马力的小型汽油发动机驱动下, TK型坦克的最高路面行驶速度只有每小时30公里,而最高越野速度则在此基础上折半,为每小时15公里,在通常情况下,TK坦克会被分配给骑兵部队,充当骑兵部队中的侦察和火力支援车辆, 在装甲部队服役期间,正在参与野外行军训练的奥利克,随着波兰与纳粹德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不断升级,波兰军队在1939年初,开始大规模动员一副原士兵,将他们重新编组成新的部队, 此时的奥利克早已退役,安安稳稳地拿着电报员的薪水,在接到部队的动员令后,奥利克毫不犹豫地披伤了自己昔日的战袍,重返波兰装甲部队服役, 重新入伍的奥利克获得了军事军衔,并且被分配至波兰第71装甲中队,该中队的两个营分别装备了WZ34型装甲车和TK型超轻型坦克,集结在一起的TK型超轻型坦克,这种坦克个头矮小,防护薄弱,机动性更是糟糕透顶,乍一看来,TK型坦克完全不是德国战车们的对手, 尽管TK型坦克的防护性能与奥利克退伍前相比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但是波兰装甲部队却射法在这种自重,只有不到三吨的坦克上,安装了一项秘密武器,20毫米WZ38FK反坦克防空反坦克重击枪,尽管当时波兰军队将这种速射武器分配在枪的名列中,但是按照今日的枪炮分类标准, WZ38FK因被列索机关炮一类,WZ38FK型20毫米,机关炮拥有一根修长的70次背径炮管,使用的是20MX138规格的弹药,步兵部队使用的WZ38FK型20毫米反坦克高射机关枪,炮,其修长的身管在途中表露无遗, 一群德军士兵正在好奇的围观一辆被拨军一气的TK3型坦克,在加装20毫米机关炮后,这些改进型的TK型坦克被分类为TK3型,在400米的距离上,WZ38FK型机关炮拥有击穿15毫米,厚的表面硬化装甲钢的惊人威力, 这也就意味着,这门炮有能力从正面机会除4号坦克以外,当时德军装备所有的坦克,而一旦处在对方侧后,WZ38FK型炮的完全,能够将包括4号坦克,在内的一众德国战车打成火球, 奥利克被分配到其中一辆装备20毫米炮的TK3型坦克上,充当这辆坦克的车长,与他搭档的是一位年轻的机械师兼驾驶员,名叫布罗尼斯拉夫扎克热夫斯基,正在维护战车的奥利克,右侧顿力者,蹲在他身旁的是机械师兼驾驶员,布罗尼斯拉夫扎克热夫斯基, 在战争爆发之初,奥利克所在的第71装甲中队,被分配给驻扎在波兹南的大波兰骑兵旅,由于波兰军队指挥系统中的混乱,大波兰骑兵旅在开战后,并没有稳步后撤以稳固后方防线,反而越过波德边境向德国境内发动反击,不到数天后,德国装甲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发动闪电战,以前行包夹了向前进攻的大波兰骑兵旅, 由于担心部队被德军彻底核为消灭,大波兰骑兵旅的指挥官塔德乌什库特尔巴决心带领部队向华沙方向突围, 9月18日,奥利克带领另外两辆TK坦克,在坎皮诺斯森林执行侦查任务,与已支流三辆德军坦克组成的装甲纵队不期而遇, 要知道,德军这支装甲纵队的排长来头不小,他名叫维克多斯士阿尔布雷希特逢拉奇布日公爵,读到这里,读者们肯定会一头雾水,实际上,维克多这个头衔,源自于上西里西亚的拉奇布日公国, 而维克多斯士正是该贵族头衔的继承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维克多斯士可以算得上是该公国的王子,时过境迁,公国的领地早已伴随着凡尔塞条约,的签署而灰飞烟灭, 但是维克多这个贵族头衔依然被其家族传承沿用,拉奇布日公国昔日的领地,图中的黄色区域,该公国最终被并入普鲁士王国的版图, 而其贵族称号,则被维克多家族所继承,拉奇布日公国所使用的文章,当时,如果不是其父亲维克多三世,对纳粹当局的政策指手画脚, 这位英俊潇洒的王子哥可能不会落得被德军强行征兆,到波兰前线充当一名基层装甲兵排长的结局,此时,维克多四世正指挥, 这旗下的三辆坦克,沿着坎皮诺斯森林中的小道向前推进,他作为指挥官,自己坐镇一辆四号B型坦克,其余的两辆35T型坦克分别充当前锋和后卫, 这位公子哥丝毫没有意识到,奥利克所指挥的三辆TK型轻型坦克,正埋伏在他们左前方的山脊上,准备从侧以释放致命一击,拉奇布日公爵家的家庭合影, 背景终身穿西装,佩戴单片眼镜,的男人正是维克多三世冯拉奇布日公爵, 在他的右手边站立的男孩则是家族血脉的继承者,维克多四世,阿尔布雷希特逢拉奇布日, 尽管三辆TK坦克中只有自己的坐架装备了20毫米机关炮,面对的也不是与TK坦克同一个重量级的敌人, 但是无所畏惧的奥利克,依然决心要放手一搏,三辆斗钉般的超轻型坦克迅速利用山头上的草丛隐蔽起来, 在德军装甲纵队的前方射服,在TK三型坦克那狭窄的战斗室内,奥利克目不转睛,的盯着前望静, 等待德军纵队进入扶极区,当三辆德军坦克完全进入主炮的有效射程后, 并住呼吸奥利克的稳稳的瞄准领头的35吨坦克,扣响了20毫米炮的激发扳机, 一辆被俘获的波兰TK型坦克正停,在德军四号坦克的身旁,两辆坦克的体型差距一目了然, 转眼之间,领头的35吨型坦克,被一枚枚20毫米,穿甲弹打成了马蜂窝,火焰熊熊燃烧窜出车身,烟雾四处弥漫, 没等这辆35吨反应过来,他很快被奥利克彻底击毁,身为排长的维克多次是赶到大祸临头, 立刻指挥自己的四号坦克,与另外一辆35吨坦克向右开下路面, 两辆德国坦克转过炮口来,对着山脊上漫山遍野,的草丛胡乱开火射击, 然而这一切完全是徒劳无功,TK型坦克的车身十分低矮,暴露在空旷地上的德军坦克根本无法确定, 这些斗顶坦克,在草丛中的缺切位置,战争结束后,由奥利克首会的战斗过程是意图, 可以看出在遭到伏击后,德方排长维克多次是,必定是通过无限电, 命令幸存车辆展开战斗队形,但是却为时已晚,击毁了纵队的前锋之后, 奥利克迅速将火力聚消在那辆身形庞大的四号坦克身上, 在第一轮射击中,一连串20毫米,穿甲弹,将这辆四号坦克打得火星直冒, 但却没有对其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奥利克并没有气馁, 他冷静地拔下已经打空的20毫米炮弹弹架,将新的弹架塞入炮膛, 拉上炮栓后,奥利克再一次瞄准维克多,四式的座架发动攻击, 这一次,奥利克发射的20毫米炮弹击穿,了四号坦克车身中部的侧面装甲, 引爆了内部储存的燃油和弹药,在迅爆火焰的吞噬下, 拉齐布日公国的王子,维克多四式堕入了烈火的地域, 当场被烧成了一块焦炭,至此,奥利克成为了拉齐布日公国的市军者, 他的这一击彻底扼杀了该公国传承的血脉,被奥利克击毁的维克多四式座车, 20毫米穿甲弹在车身上制造的弹孔黑矿处清晰可见,从另外一侧观察, 被击毁的维克多四式座车,其车身上的装甲板已经被炮弹训爆的冲击波刺裂, 目睹前方的排长座驾化作一团火球后,负责电后的35吨坦克荒步择路, 加大发动机的马力向前狂奔,试图逃出三辆波兰坦克的火力范围, 奥利克稍作调整,迅速命令驾驶员扎克热夫斯基调转车身, 并且用20炮从侧后方终结了这辆疯狂逃窜的德军坦克。 硝烟散尽后,三辆斗钉坦克的车组成员,们打扫了这片战场。 当4号坦克上的驯爆火焰熄灭后, 奥利克找到了维克多四式的尸体, 通过一张未被完全烧毁的野外狩猎许可证, 奥利克确定了这位拉齐步日公国王子的身份。 德军制作的维克多四式阵盲通之书, 由于没有南丁继承拉齐步日公爵的称号, 这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家族的血脉被彻底终结。 此战过后,在9月18到19日的夜间, 奥利克所在的第71坦克中队参与了针对华沙西北方城镇希拉科夫的夜间反击战。 在这场夜间袭袭中,波兰军队击溃了阵中驻扎的德军部队, 并且缴获了多达34辆卡车的燃油补给。 不过,对于第71坦克中队来说, 这些燃油补给来得实在太晚了。 在此前的突围撤退作战中, 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的燃油补给, 第71中队的坦克手们, 被迫将大量的机械化装备原地销毁。 此时,他们旗下只剩下包括奥利克坐车在内的三辆TK型超轻型坦克, 由于担心德军会在19日上午发动反击。 这硕果仅存的三辆坦克, 被布置在了希拉科夫外围的伏击阵地中。 19日上午10点, 德军的反击部队如期而至, 负责打前锋的, 是来自德军第一轻装师, 由数十辆35吨型坦克, 组成的三支装甲纵队, 伏击战打响, 一支德军纵队的领头车, 被埋伏在高地上的37毫米反坦克炮敲掉。 当德军纵队陷入混乱的时候, 奥利克支挥的TK坦克, 突然从德军侧翼方向600米外的隐蔽草丛中杀出, 在转眼之间将三辆德军35吨型坦克开了瓢, 也许是杀的兴起, 热血被腾的奥利克, 居然不顾自己的安危, 打开舱盖跳出坦克外抓俘虏, 由奥利克守绘的伏击作战士一图, 在步兵的反坦克炮支援下, 三辆残存的TK型坦克从侧翼方向对德军坦克发动起习, 当满脸傻, 笑得奥利克带着三名被俘的德军坦克, 手返回伏击阵地的时候, 第二波德军装甲部队正好出现, 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如同绿音场上的帽子戏法般, 奥利克再次利用了TK坦克那低矮的身形, 从侧翼对德军坦克纵队发动袭击, 直到前三辆坦克, 被奥利克打成火球后, 苟延残喘的最后一辆德军坦克, 终于意识到威胁的存在, 他迅速调转炮口, 向着奥利克的TK坦克, 喷吐致命的大口径炮弹, 在不到300米的距离上, 两发炙热的37毫米, 穿甲弹, 将奥利克驾驶的小豆丁打了个对穿, 奇迹般的, 奥利克与驾驶员扎克热夫斯基, 并没有被弹片打伤, 而战车也没有因为炮击而失去战斗力, 回过神来的奥利克迅速抬起炮口, 用一连串20毫米炮弹, 将最后一辆35吨坦克送上了西天, 在希拉科夫外围的伏击战中, 奥利克宣称自己的车组, 击毁了7辆德军坦克, 再加上此前击毁的3辆坦克, 奥利克自身的宣称坦克击毁战绩达到了10辆, 这使得奥利克成为了二战中第一位王牌坦克车长, 华沙成轮陷后, 被德军用拖车拉走的奥利克坐车排在最后, 突出20毫米炮炮管的那辆斗丁坦克, 此时的奥利克已经脱下了军装, 转而加入抵抗组织进行地下抗争, 当希拉科夫附近的阵地被德军冲破后, 奥利克的坐车,成为第71坦克中队中, 唯一一辆幸存的坦克, 在大波兰骑兵旅的骑鱼残, 不陪同向, 奥利克的战车作为波兰军队, 仅存的装甲力量, 撤进了首都华沙城, 并且参与了惨烈的华沙保卫战, 当华沙城于9月28日宣告沦陷后, 奥利克立刻脱下了自己的军装, 他转而加入波兰地下抵抗组织, 参与到波兰境内的地下斗争中去, 直到胜利的到来, 年老的奥利克, 这位王牌坦克车长, 在战争结束后, 成为了一名少有名气的建筑设计师, 战争结束后, 脱下戎装的奥利克, 转而开始研究建筑学, 并且成为了一位少有名气的建筑设计师, 他设计建造了罗兹大学的图书馆和学生宿舍, 以及奥波莱剧院的主体建筑, 1982年4月8日, 二战中的第一位王牌坦克车长, 拉席布日公国的世军者, 埃德蒙罗曼奥利克女士长辞, 享年64岁, 近年来, 著名的波兰军事历史作家亚努什马格努斯基, 将奥利克以及战友们的英勇事迹编辑起来, 出版波兰装甲兵部队历史专注, 与德国战车对抗的蟑螂们, 时至今日, 波兰政府在奥利克及绘维克多四十座车, 的坎皮诺斯森林内树立了一块纪念碑, 已是对这位勇敢坦克手的纪念, 模型爱好者还原的Q版奥利克, 憨态可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